夫妻一方在外打拼事业 挣钱养家 另一方在家照料孩子操持家务 无论是主内还是主外 夫妻双方的付出都应该得到尊重与认可 然而一旦婚姻解体 长期操持家务的一方 不但将失去另一方的经济扶持 而且在与社会脱节多年后 大多丧失了谋求工作的能力 不得不面对更为现实的生存压力 那么这些家务贡献者 在离婚时能否得到补偿 我国民法典又对于家务劳动的价值 给予了怎样的认可与保护 系列节目 民法典的家风家教官 西南政法大学张力教授 即将为您讲述 被补偿的家务劳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求婚时一句我养你 曾让多少人怦然心动啊 甘愿为此献身于家庭 从此当上家庭主妇 当然现在还有家庭主妇 而离婚时我养的你 却又让多少人撕破脸皮 算总账 民法典第1088条 离婚经济补偿 就力求为婚内家务买单 让家务劳动的价值 得到认可与尊重 防止全职主妇 家庭主妇们被净身出户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民法典是如何唤醒 家务劳动的内在价值的 都是一家人 本该一家亲 家务劳动是每个家庭成员 应尽的义务 常常是我多做了一点 你少做了一些 但一家人仍旧和和睦睦 也用不着斤斤计较 但是生活中却有这么一些人 视家庭成员的心情付出 为理所当然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漠视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享受了对方 无私奉献的同时 还嫌弃对方 是对家庭无所贡献 不会赚钱 只会花钱的寄生虫 形成对家人的歧视 这样的家庭 往往可能因为 一方的傲慢与懒惰 另一方的委屈与不解 最终走向不幸 李小翠就遇上了这样的烦心事 杨大壮与李小翠 惊人介绍认识相恋 不久结婚并生下儿子杨小壮 为照顾家庭 小翠辞去工作 专心在家带娃 大壮在外赚钱养家 喜出双方生活 倒也没满 然而渐渐的 小翠发现 丈夫是个甩手长官 养老育儿 料理家务 房屋装修 一概不关心 也不参与 对自己操持家务 默默付出 感到理所应当 有时自己辛苦做完家务 丈夫还不忘对质量 吐槽几句 小翠对这种丧偶式育儿 保姆式婚姻 看在眼里 伤在心里 考虑再三 决定向人民法院 提起离婚诉讼 除了分割共同财产 取得儿子的抚养权以外 他考虑到自己平时照顾孩子 料理家务 负担比较多 就要求丈夫 从结婚之日起 按照家政工 每月工资标准 补偿婚后三年多的劳动价值 共计十九万元 大壮得知妻子要求家务补偿 十分震惊 也非常生气 认为女人做家务嘛 天经地义 更何况当初妻子辞职回家 也不是我要求的 现在反而索要经济补偿 于情于理于法都站不住脚 大壮有这种迂腐想法 实属不该 要知道家务劳动 既不是辞职带娃的 全职妈妈的个人义务 也不是在外打拼的 职场女性的分内知识 当然 他也不是操持家务的 现代家庭主夫的专职工作 无论何种家庭结构 良好的家庭运转 都离不开夫妻双方 同心协力 合力分担家务劳动 不管是哪一方的付出 都需要被家人与社会 尊重与认可 不付出或者少付出的一方 不能平白无故地享受 对方的劳务贡献 而不用支付任何代价 尤其是在离婚之时 更应该向对方曾经的巨大付出 予以回报补偿 这样才公平 离婚经济补偿 最初是规定在 过去的婚姻法第40条 根据这条规定 夫妻一方想要在离婚时 获得家务劳动补偿的 需要在婚内实行分别财产制 就是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但是现实生活中 中国的夫妻啊 约定为分别财产制的 那实际上是少数 这就使得在离婚纠纷中 很多没有约定夫妻分别财产制的 全职太太 家庭主妇 他们的这个家务劳动补偿的要求 难以获得法院的支持 鉴于此 民法典第1088条 取消了分别财产制 这样的家务劳动补偿的前提 全面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 这就给予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更多的人文光怀 也实现了家务劳动 男女平等的现代法治理念 男女共同分担家务劳动 不仅它是推崇 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 所倡导的精神价值 即使在奉行男主外 女主内的古代中国 也有所体现 一般认为在我国古代 由于受到自古刨除君子远 从来中会输人仪的传统思想影响 家务劳动一般是由女性一手操持 也提倡妇女 其所执主在于家中窥时共济 无非无疑为久时时矣 包揽家政主持一切 更要求女性为人欺者 欺德有六 一约柔顺 二约清洁 三约不度 四约简约 五约恭敬 六约勤劳 同时对于女性处理大小家务 维持家庭运转 社会上也进行高调赞赏 比如 袁氏示范就认为 妇人有以其夫余诺 而能自理家务 计算前骨出入 人不能欺者 有夫不孝 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 不致破当家产者 等等 皆是贤妇也 也就是说 妻子因为丈夫蠢顿 而不得不独自料理家务 即算家庭开支 或者仅凭一己之力 与孩子一同管理家业 不让家财流逝的 就是好媳妇 必须强调的是 袁氏示范虽然褒奖持家之人 但在家务事的处理上 也提倡男女相互辅助 比如说 他也提到 妻者其也 与夫其体 白虎通嫁娶 里边有曰 夫娶妻义 妻娶夫言 共同孝敬二亲 侍奉郎姑叔伯 也就是 丈夫要听妻子的意见 妻子也要听丈夫的建议 共同孝敬父母 侍奉长辈 虽然在操持家务事上 妻子是一般同领家政 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丈夫也总是积极参与 与妻子共担风险 共同解决家庭矛盾 男性忙完了一天的公务事以后 回家不可安心当个甩手掌柜 还要与妻子共同教育子女 管理仆人 孝敬父母 安排家财处置 扩建房屋等 这样才能维系家庭的正常运转 父亲更要为子女的教育事业操心 而提面命 告诫孩子 为人处事之道 即便夫妻二人 最终因性格不合分手 丈夫也应该考虑到 妻子在抚养教育子女 照顾老人等方面曾经的付出 离婚之时 给予妻子一定的经济补偿 在我国敦煌 曾经出土的一封 唐朝时期的放妻书中间 就讲了这么一件事 一对男女结为夫妻 后来因性格不合 家庭矛盾激增 最终邀请两家六亲眷属 一起协商离婚事宜 考虑良久 夫妻最终达成了离婚协议 家中的所有资产 所要活业 任意分疆 两共取吻 各自分离 也就是进行妥当的财产分割 除了财产分割 丈夫还考虑到 妻子这些年来 奉上有千公之道 续下无党无偏 家务处理 勤勉高效 于是商定 三年一粮 变现柔异 向妻子提供离婚时的经济补偿 使这段感情最终好聚好散 民法典通过离婚 经济补偿 保护了家庭主妇 和家庭主妇们的合法权益 体现了对家务劳动的尊重和肯定 然而作为离婚的救济措施 家务劳动补偿 也不是想要就能要 想分就能分的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 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才有权要求家庭劳动的经济补偿呢 系列节目 民法典的家风家教官 西南政法大学张力教授 正在为您讲述 被补偿的家务劳动 俗话说 清官难断家务事 家庭内部矛盾的极怨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但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家庭纠纷 简不断理还乱 家务事 哪能简单的分得清 谁对谁错呢 作为离婚的救济措施 家务劳动补偿 并不是你想要就能要 你想分就能分的 根据民法典 第1088条的规定 夫妻一方 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 才有权要求家庭劳动的经济补偿 第一 关于主体 负担家务劳动更多的一方 方可提出补偿要求 在传统中国 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之下 妇女在抚养子女 照顾老人 协助对方工作等方面 往往负担义务较多 因而离婚经济补偿的请求主体 往往是全职主妇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观念更新 工作方式的改变 男性与女性 在社会分工与家务劳动 角色方面的边界 它也逐渐在淡化 社会越来越强调 男性要与女性角色互换 一起共担家务劳动 因此 无论是男是女 只要照顾家庭 负担义务较多 工作量较大 就可以请求离婚经济补偿 由此全面肯定 为家庭付出较多一方的劳动价值 弥补其损失 实现公平正义 第二 关于时间 离婚经济补偿 只能在离婚时提出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或者离婚之后 都不能再提出了 这是因为 如果在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 夫妻之间 原本就有相互辅助与关害的义务 根本就不需要通过经济补偿 来维持一方的生计 更重要的是 如果一方因为家务劳动 向另一方请求支付一定数额的劳动报酬 那么这就可能把那些基于夫妻感情与家庭美德 而自愿承担的家务劳动 商品化 反倒疏远了夫妻感情 破坏了家庭关系 而对于男女婚姻关系 业已解除的 当神之间已经不存在夫妻权利义务关系 也就不存在抚养子女 照顾老人 协助对方负担义务更多的这个问题了 第三 关于补偿范围 离婚经济补偿的范围 既包括为家庭成员准备一日三餐 打扫家庭卫生 整理家庭内务 等等这些日常家务事 它也包括 抚育子女 照顾老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 等等重要事项 那么在这儿 如何理解协助另一方工作 负担义务较多呢 从维护男女平等 提倡夫妻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的 家庭文明精神出发 这里的协助 包括一方为对方 能够顺利开展社会劳动与工作 而直接或间接创造条件的 一切有益的付出 那么这儿啊 就无需区分 这种付出是发生在家庭生活内部 还是走出家门的社会场景里 这种付出可以是教育好孩子 照顾好老人 收拾好家庭内务 从而让对方出门工作 没有后顾之忧 也可以是向对方提供 有益的工作建议 职业规划 可以是引荐 或者提供工作机会 求学机会 晋升机会等等 尤其在一方为了照顾家庭 而牺牲了自己的求学 工作 甚至是晋升机会 来成全与协助 另一方获得学历 与职业发展的时候 更需要在离婚之时 考虑公平的补偿问题 其次 关于双方的实际负担的轻重 家庭是社会基本的组成单位 依据权力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每一个家庭成员 在享受家庭带来的安宁与温暖时 都需要承担起维护家庭稳定 负担家务劳动的责任 所以并不是只要承担了 那么一丁点家务劳动 协助了对方那么一点工作 就理所当然的能在离婚时 要求对方做出补偿 在这里要求夫妻之间 对家务劳动负担 存在着明显的轻重程度的差异 只有一方劳动强度 劳动时间明显大于多于 另一方是才能被认定为负担较多义务 才能在离婚时要求对方 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为离婚经济补偿设立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 要求人们依法提出补偿 只应明法典规定离婚经济补偿的制度本意 他不是要鼓励夫妻对于家务劳动斤斤计较 也不是要鼓励人们通过金钱量化 与购买家务劳动 关起门来过保姆式婚姻 而是在婚姻已经不能维持的情况下 让那些为婚内家庭劳务付出更多的主内一方 能够获得与在外打拼的主外一方 平等的对待与尊重 尽量减少所谓错付带来的机会损失与感情伤害 家务劳动本应是家人之间的无偿付出 难以用金钱量化 然而离婚时经济补偿却成为了很多人讨价还价的筹码 既然是一种经济补偿 就必须明确补偿数额 那么离婚经济补偿的数额标准要如何确定 才能做到既公平又不违背婚姻的本质 系列节目《民法典》的家风家教官 西南政法大学张力教授 正在为您讲述被补偿的家务劳动 民法典生效以来 我国法院已经做出的离婚经济补偿 判决的有关的数额 一般来说集中在一万元到五万元之间 个别法院判决达到了十二万元 回到前面谈到的李小翠 向丈夫索要十九万元家务补偿这样一个案子 法院最终判决给付一万五千块钱的补偿 这样一个判决结果生效以后 人们也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这样一个金额合情合理 也有人认为法院判少了提出质疑 难道全职主妇辛苦了这么几年就只值一万五千块钱 平均下来全职妈妈每个月挣的还不如保姆多 以上种种非议所引发的思考就在于 在缺乏足够的司法经验的前提下 如何界定离婚经济补偿的标准 是否真的可以直接参照同时期家政服务的工资标准 确定离婚时劳务的经济补偿的标准 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离婚经济补偿的具体数额 应先由双方商量者来确定 协商不成才有法院判决 试想 如果夫妻双方能够自觉体谅对方 认可对方在养育孩子 赡养老人 料理家务事上 曾经的重大付出 认识到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同等的重要价值 肯定彼此对家庭的贡献 那么也就可以心平气和地积极协商 选择双方都能接受的补偿标准 最终将家务劳动成果价值转化为社会报酬 化干戈为玉帛 大家好聚好散 实现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的体面告别 第二 离婚经济补偿 不以直接遵循家政人员的工资标准 一日夫妻百事姻缘 能结为夫妻必是三生的缘分 正因此家务劳动除了具有劳动的一些基本特征以外 它还需要夫妻在感情上的大量投入 因此亲情伦理属性很强 当婚姻尚能维持当事人自愿履行家庭成员的义务时 家务劳动很难被实时量化计算 并且兑现相应的市场价值 在前面讲到的李小翠家务劳动补偿案中 小翠要求丈夫按照家政工资标准给付补偿款 每月是五千元 共计十九万 法院最终没有支持这一计算标准 就是为了防止家务劳动与一般社会劳务的混淆 防止家庭成员之间情感与付出的物化商品化 防止关于家务劳动夫妻分担的好家风变了味 那如果不能直接参照家政服务的标准 来确定补偿数额 又该如何确定补偿数额呢 这要谈到第三点 法院判决离婚经济补偿的数额 它要综合参考的几个关键因素 离婚经济补偿的金额标准 其实不是与法无据 综合民法典颁布实施以后 离婚经济补偿的有关判决会发现 人民法院确定补偿金额的时候 考虑了这样一些关键因素 一个是考虑夫妻双方 婚后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 包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它的长短 双方的年龄等这些时间因素 多老者多得 越是老夫老妻 一方在家务承担协助对方工作所负担的义务方面 一般也就较多 补偿数额也就水涨船高 二是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强度 如果是全职太太家庭主夫 全日制的在家烧饭做菜操吃家务 那么在家务劳动上花费的时间 肯定比那些在外打拼养家糊口 回家也只是兼职做做家务的职场男女们 所花费的精力时间要多 而且考虑到全职太太 以及有一些家庭主夫们 在离婚以后重新就业的难度相对较大 对于他们的补偿程度也就应该有所提升 第三是不同家庭总收入差异巨大 那么离婚经济补偿数额也就存在着等比例的差距 夫妻总经济收入较多的 家境富裕的 生活开销大的 负担较多义务一方 所能获得的离婚经济补偿也就越多 反之收入较少 家境窘迫 生活本来就拮据的 夫妻间利益不均的情况就越少 负担义务较多一方 获得离婚经济补偿的数额也就越少 第四参考当地一般生活水平 尤其是在市场上购买相近数量与质量的家务劳动 所需要的成本 结合家务劳动一方付出与对方据此获得的收益 双方结婚以后收入差距等等 最终确定合理恰当的经济补偿的金额 十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修得共枕眠 夫妻之爱需要互相尊重和理解来维护 男女共担家庭责任 共同分担家务劳动 是家庭美德的必然要求 既要肯定 把家庭搭理得井井有条 饭菜做得丰富多彩的一方 也要尊重在外打拼 扛起生活重担的一方 夫妻间要学会换位思考 无论是赚钱养家还是操持家务 没有亲身经历都不知道各种甘苦 要多体谅对方 包容对方 感激之情要常溢于言表 当然 凡事操心 事事包办的家务理念也要不得 对于一方可以独自解决的事情 另一方配偶不应过多干涉 更好是从旁予以鼓励与支持 在尊重对方意愿的基础之上 再施以援手 也许只有这样 才有助于实现夫妻勤快 家庭和谐 万事幸福的美好家庭愿景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于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有哪些亮点 它是如何与时俱进 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新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 亮点解读 下期播出